这是一个玩具也疯狂的世界 胡迪牛仔人偶小主人最喜爱的玩具之一 牛仔人偶胡迪是小主人最喜爱的玩具 它和其他玩具一起相处得很融洽 这天小主人决定带上胡迪一起去训练营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但意外随时都会发生 就在出发前的几分钟内 胡迪的手被小主人不小心撤破了 于是胡迪非但不能陪小主人去训练营 还被女主人放在了满是灰尘的高架上 胡迪在高架上遇见了坏掉的玩具芝芝 芝芝自从坏掉之后就被女主人放在高架上 再也没能和小主人一起玩耍 活生生的血藏案例摆在眼前 胡迪的悲伤简直可以溺流成河 隔天女主人拿着旧物衣卖箱来了 她顺手把芝芝装了进去 热心肠的胡迪不顾众玩具的劝阻 静止健忘营救之之 可胡迪本身就是泥菩萨过枪自身难保 他被玩具收藏家攻击人看中 在向女主人购买未遂之后 攻击人竟然采取了偷的方式 带走了胡迪 玩具们目睹了这一切 而他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 于是在巴斯光年的带领下 众玩具展开了营救胡迪大行动 这边胡迪被攻击人带到了他的住处 胡迪在那里认识了新的伙伴 有牛仔女郎翠斯和顽固的老矿工 以及快马鸿心 原来攻击人把胡迪拐来 是要把他和这些玩偶配成一套 好卖给日本的一个博物馆 胡迪可不想当什么收藏品 他一心只想陪伴在小主人的身边 于是他不顾老矿工和翠斯的劝阻 几次三番地想逃走 但都没能逃跑成功 而另一边 这玩具排除万难 来到了攻击人开的玩具店 在店里 巴斯光年和其余的玩具走散了 其余玩具错把另外一个巴斯光年 当成了原来的那个矮马这话真绕蛇 可谁让这同种类玩具都长得一毛一样呢 此时 攻击人恰巧来到了玩具店里打印照片 众玩具带着帽牌的巴斯光年 躲进了攻击人的包包里 原版的巴斯光年也紧随其后追了出去 谁知却一个不小心放出了扎克天王 匆忙的攻击人上楼时 竟然忘了拿包 众玩具只能想尽办法自己上楼 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 被帽牌的巴斯光年和扎克天王一搅和 事情变得更加混乱不堪 好在最后 众玩具终于如愿和胡迪碰面了 但此时胡迪却表示不愿回去了 他要在博物馆里当一枚安静的美男子 还是正牌巴斯光年有能耐 在他以退为进的劝说下 胡迪回心转意 他还邀请了翠丝 红心和老矿工一起逃走 翠丝和红心愉快地答应了 可谁知老矿工却突然发难 于是胡迪逃跑失败 被打包装上了飞机 要不怎么说团队最重要呢 紧要关头还是那帮小玩具 齐心合力把胡迪和红心营救了出来 老矿工则被装进了一个小朋友的包包里 可是可怜的翠丝还在飞机上啊 于是胡迪耍了一会儿帅 策马追飞机硬是把翠丝救了出来 就这样 众玩具又回到了小主人的家里 主人接纳了翠丝和红心 还把胡迪的手给缝好了 然后他们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 让他们看到完整版了